這就是我要找的梅乾 它好吃在哪裡 這好好吃喔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歡迎來到凱文翔的妹 今天我又在東京 現在東京的哪裡呢 我在上野 其實上野動物園在往前走 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是他們的很重要的商店街 商店街裡面呢 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 裡面就包含了 這一間二目果子 上次的唐吉哥的零食片 受到大家熱烈的迴響 所以這次呢我決定 犧牲我自己 繼續拍零食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有什麼 走 大家不是很喜歡買明店拉麵嗎 一整顆梅子果肉 這個也是梅 來買買不一樣的好了 這個 我現在看到梅子 我就整個嘴巴裡面都是口水 我看到很多人到日本來 很喜歡買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蒟蒻 都拿這個來做減肥的零食 黑色的牛奶糖嗎 開吃啦 坎文的原則就是 現場買現場吃 剛才呢我買了四種不同的梅乾 這個 它就已經是壓成扁扁的 它就這樣子 變成一片 它的梅乾的味道 不是那種很重的梅乾味 因為有些梅乾會很鹹 或很酸或很甜 它是很優雅的 它叫優雅的梅乾 然後這個 你會看到 這好好吃喔 這好好吃喔 這個就是我在找的梅乾耶 我曾經很久很久以前在 Seven買過一種梅乾 然後就忘記它是哪一個 然後怎麼吃都不對 這就是我要找的梅乾 吃得到果肉 當然所有的梅乾 日本的梅乾都會有一點點鹹 但它不會到那種 沒有辦法入口 喔這個好好吃 這是我愛的梅乾 這個 乾酸梅乾 前面那個 我愛的那個梅乾 吃得到梅子的 那個QQ的 咔嚓咔嚓的 但這個的纖維 就是整個被打碎了 嗯 還好 這個 嗯 我白色還被打碎了 我眼淚都要流出來 這個適合孕婦 有些孕婦懷孕的時候 不是很愛吃酸的嗎 它好酸喔 水果軟糖 它的水果軟糖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但是這個呢 它穿了巧克力的衣服 水果軟糖包在巧克力裡面 就感覺是在吃巧克力葡萄 吃過攝影師推薦 海鹽糖 好漂亮喔 晶瑩剔透的感覺 攝影師你告訴我它是在哪裡 就是 就是 沒有吃過的人可以試試看 黑色的 應該 這應該我猜應該是牛奶糖 整個都是黑的 好酷喔 整顆黑色的 它真的就是牛奶糖 然後有一點點粉粉的 應該是竹炭粉吧 再來 胖胖 胖胖boki 剛才在二目果子看到的是 草莓胖胖 跟我的衣服好搭喔 它的那個外面的那個草莓的夾心啊 不會太甜膩 其實是清爽的甜味 我愛胖胖boki 如果你覺得吃胖胖boki 太有負擔感的話 那就是瘦子boki 集系版的boki 沒有負擔感 boki家的那個外層喔 味道都做得很棒 巧克力就是巧克力 草莓就是草莓 牛奶就是牛奶 然後它裡面的餅乾脆脆的 但我還是喜歡胖胖boki 再來就是它啦 它也是屬於 分量十足的 超濃的巧克力 是大人巧克力棒 吃了這麼多這麼多的零食 我等一下要去跑一跑囉 我這次是在上野的這個二目果子 它都是大容量 然後呢買回家送人啦 或者是自己吃都很爽快 吃零食也要記得要節制喔 不要過量 我是為了你們才會一次吃那麼多 你也知道囉 我們凱文小的美 下次見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呢你有學到一點點東西的話 別忘了點讚喔 而且你可以留言 我會知道你們更多的困擾 趕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 嗯 拍照 明明天 坐 進